黑色轿车路口起步 路径却越来越往右偏 下一秒 轿车撞上路边停放的机车 再撞上电线杆停了下来 撞击力道之大 顿时发出巨大声响 遭撞的机车也倒地 机车倒在地上 零件散落 就连一旁的电线杆也被撞断 电线被扯下来 而肇事的轿车 右前方车头毁损 车灯破裂 零件更是裸露出来 现场非常混乱 我不知道 她说她叫什么 原来会造势就是因为驾驶在捡东西 新北新庄这名驾驶开车行经新速路 要去朋友家 过程中声称是为了要捡 掉落在脚踏垫上的面包 操作不慎才会撞上路边电线杆和六台机车 驾驶造势后头晕 自行前往就医 幸好没有伤到其他民众 也没有酿成停电 详细事发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新闻第一文在新北报道